OK 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我自己的话是来自于华为云 然后我们是 另外的话是Vocano开源项目的一个Tag Lead 今天的这个一期呢 其实主要是跟大家探讨 或者拋砖引语 来探讨一下 就是如何利用一些突破感知的一些调度 以及通信的优化 来提升大模型训练的一个效率 这么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 其实现在 整个这个大模型的训练这个场景呢 其实大家都在不同的层面去做优化 那么发现其实网络 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 我们其实 那个全国各个地方 其实组建了很多这种 AI的那种组网带宽非常好 但是呢这么好的一些带宽 这么好的一个网络资源 是否能够 这个通过一些这个调度的优化 能让这些网络的一些带宽 能够释放出来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那这是一个背景啊 这个大家也都有 都有共识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Gutton的一个 一个一个数据 就是到2026年 其实30%的一个新的这个APP 它其实都会用到这种 AI的一些 driven的一些technology 这个其实大家 我个人觉得 其实等不到26年 就比如说我自己的手机 现在装的这个 大模型的这个APP 其实至少不下五个 所以覆盖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但是呢 这其实背后 其实都离不开这个 这种大模型的一个训练 这个预训练的大模型 那我们其实能看到这个 其实现在大家公认的 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是规模 规模的话 其实 现在其实业界有很多 这种万卡的这个 GPU或者是NPU的一个训练机群 这个规模还在持续扩大 第二块的话就是 这个效率 训练的效率 训练效率的话 其实有多个方面 然后一会儿我们 其实今天的话 也会为了这个话题 会有些展开 第三块的话就是性能 今天的话我们有一些 一些也设计这一块 那么我个人的话 其实也做了一些梳理 那我们现在在大模型训练 这个场景做一些优化 其实是分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这个方向去做优化 那我们从这个 其实大家最常用的 就是一些 并行计算的一些优化 我的模型怎么样去 更好的去做切分 对吧 通过不同维度的这种 切分方式 以及这种混合并行 专家模式 提升我这个训练的 一个性能 第二块的话是 我们算法工程师 其实他主要集中的 就是说 做一些算法设计 然后呢 同时呢 会参与一部分 这个算子的优化 怎么样把我们 集合通信里面的 一些算子 能够在这个 集合通信层面 能够提升 它的一个通信的 一个效率 第三块的话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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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 各个训练的框节 像PyTouch Mind Support 他们其实也都在 框架层面 去做一些优化 比如说更好的 去弹性啊 做一些断点的续训啊 如何更好的 这个 快速的恢复 那么 再往下的两方面的话 是比如说 第一个是 网络通信 这是今天我们 非常相关的 那比如说 其实 我们其实网络 又好了之后呢 其实 我们其实在 大模型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其实有很多数据的 传输 它其实不必要的 所以它会有一些 优化 比如说 我去做一些数据的 加缩 是吧 降低这个网络的一些 漏的 那同时呢 可能会通过一些 多路径的一些数据传输 或者是自适应的 数据传输 选择一些更好的一个 漏进去做数据传输 做这个 做这个数据的交互 那么最后一方面的话 就是调度优化 调度优化这块的话 其实 主要这个 关注的是说 今天我们其实构建了 很多底层的 这些硬件网络 怎么样去 让Schedule去 这个感知这些 网络的一些拓谱 同时呢 它能够去感知 这个上层这些 request 给它做一个 最佳的一个 算力和 overflow的 直接的一个匹配 那第二块的话 就是说 调度还可以解决什么呢 解决就是 在这个 这种 这种 这种复杂的网络环境里面 它通过调度去解决一些 traffic的一个冲突 流量冲突 那么在这块呢 我们分享的 后边分享的 这些所有的这些 这些方案 这些场景 其实我们都是基于 我看到这么一个 开源项目 这个进行的一些 最佳实践 那我看到这个 开源项目的话 我可以那个 问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 还有没有这个 不了解这个 我开源项目的 可以举个手 第一次听说的 没有啊 那我简单简单过一下 其实我开源项目的话 如果总结的话 其实就是 我们其实在做 五方面的事情 第一方面的话 就是其实 我们其实最早是做 这个HPC的这个应用 我们其实是 想把一些 AI和Big Data的 一些应用呢 更好的迁移到 KBAS上面 并且让它性能 跑得好一些 之所以我们其实提供了 三个最关键的一个API 像这个Port Group Job以及Q 那后来我们又进行 这些延伸 对吧 和社区的一些贡献者 又提供了一些Job Flow 一些新的一些API 第二块的话 主要就是这个 AI的一些 以及大数据的一些 这个调度策略 这是其实 比如说 你想把这个 大数据的一些应用 迁到KBAS上面 其实你面临一些挑战的 比如说原来 在Hardware 2里面 我们支持的 很多那些策略 那KBAS里面 其实早期其实是没有的 这块的话 我们做了一些补充 第三块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 发现其实有很多 这个用户 它的环境里面 有很多的operator 因为其实PyTouch Tencent Flow 其实每个框架 都有自己的一个优势 你要维护很多的operator 其实是一个 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一个 统一的一个作业管理 去支持这么多的一个 这个上游的一些framework 那再往下了 其实就是一个资源管理 其实我们通过一些 通过一些资源的 共享的一些机制 以及混布 以及一些 分时复用 去让汲取那个GPU 或者NPU的资源 能够使用的更好 第四块的话 其实我们也和KBAS的 其他的一些组件 像节点上面的Cublet 以及像APS Server 去做一些 共同的一些优化 去提升这个 吞吐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像大数据的应用 它 或者AI的应用 它的那个吞吐 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KBAS在 吞吐方面 其实 这个 还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Gap 那么我们其实基于 这个开源项目 构建了 那个华为云的一个 原生的AI技术设施 那么在这个技术设施里面 我们其实 这个分三层 最下面一层是管理 这个 这个不同的一些 异构的硬件 这里面写的像 这个CPU ARM 以及这个GPU 升腾 那其实还有更多的 像国产的一些芯片 那中间层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基于 这个KBAS的这个 底座 然后构建一个 原生的AI技术设施 这里面其实包含的功能 其实比如说 我们这个训练加速 推理加速 以及这个 异构资源的一个虚拟化 以及像这个 做到一个简单易用 它有一个完善的一个UI 以及它的可观测性 当你这个出错的时候 你能很快地定位到 你的问题 那再往上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 目前支持的两类的用户 第一类用户是像 那华为云 它的AI服务 像Modars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 AI训练和推理的一个平台 那它所有的这个workload 几千个集群 其实 这个所有的调度的功能 使用的都是 运行在 我开诺这个 这个平台之上 那另外一块是 我们其实有很多用户 它是基于 开源的一些软件 去 叫自建的一些 AI平台 它 这部分的话是 就是我们其实 通过这个 我开诺的开源版本 以及这个我们提供的一些 商业的一些能力 支持他们去做 这部分的一些功能 那么 那么回到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托普的这个话题呢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 我们最早在KVS里面 应该是 这个特性 应该是在三年以前 我们当时其实 有一些这个互联网的用户 他们其实做这种 搜推广的这些 AI模型的一些训练 这虽然是训练 但是他们其实对于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抖动呀 这种训练的性能要求非常高 所以他们基本上 都会用这种 CPU绑盒的这种策略 早期都是CPU做训练 那他就会发现 其实KVS本身去 对这个 NUMA的支持 其实是 只是有一些gap的 比如说 它的NUMA的管理策略 其实是在 Coplet 它一个策略管理的 那经常我们会发现 其实 因为调度器 它其实不感知 这个NUMA这些 TOP信息 以及分配信息 经常会 有可能会把一个 POD调度的一个 不合适的节点 虽然这个节点上面 它提供的这种 NUMA感知的 这种资源分配 但实际上 其实是 最终这个POD 依然会被拒绝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最早 其实提供了一个 节点上面提供了 一个resource exporter 去把节点上面 NUMA你所有的分配信息 你的相关的信息 全部 这个report给这个APS server 那么在调度里面 增加了一个 调度的一个算法 我去对这个 NUMA的一些信息 去做一个调度决策 最终呢 到节点上面 Coplet去按照 调度器的这个决策 去做这个 NUMA资源的一个分配 这是最早期的 咱们也是 其实在 这个 这个 咱们能看到的 就是关于 关于TOP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么到了这个 现在的这个 这个Ego的算力 比如说 GPU 比较有代表性的 GPU和NPU 它的TOP 其实是 除了NUMA之外 它其实有很多 不同的一些 特点 比如说 左边这个 那它其实是NVLink 以及它的发展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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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步骤 你们发现 它其实 在节点内 它卡和卡之间的通道 其实变得越来越多 然后 带宽也会越来越大 那第二个图呢 其实是 这个 NPU NPU它节点内的 一个TOP 你们发现 它其实 它其实有八张卡 A 这是A0到A7 但是这八张卡 它其实 虽然网络是全部互联的 但是呢 卡和卡之间 和那个NVLink一样 卡和卡之间的 带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它前四张卡 其实有一个 高带宽 然后呢 后四张卡 有一个高带宽 形成两个环 那么跨了环之后 它的那个带宽 带宽性能 其实是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下降 那第三块的话 是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 升腾的一个 节点内的一个TOP 你们发现 它是一个 FullMash的 每个卡和其他的卡 都是互联的 那这里面 选的是几个典型的 这个节点内的 一个TOP 那其实 这个还原来比 这个复杂 那比如说 有些单节点 NPU的单节点 它是16卡 对吧 16卡 可能8卡是FullMash的 8卡和8卡 之间又通过PCA 连接起来 那这样的一个 网络拓普 目前来说 那么你在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 就发现 如果说你 调度器不做 任何事情的话 有可能 最终调度的结果 那个卡和卡 之间通信的时候 其实使用的是 最差的一个网络 虽然它那个 NVLink摆在那 但是你用不上 你可能使用的是PCAE 这个性能的 这个downgrade 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其实 这也是 其实我们之前的版本 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能够去 节点上面去 能够挖掘这些 在NPU里面 它有一个 类似于NVLink的 一个技术 叫HCCS 类似于高速互联的 一个技术 它会把NPU卡 进行高速互联 那我们让这个 节点上面去 上报这些 这个托步信息 然后呢 在调度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 去分配 分配的保证 就是说 或者是 两种侧的 一种是保证 一种是尽可能的 去让你这 训练的两个任务 尽可能的在一个 高速带宽的 这个Domain里面 那GPU的话 其实这个比较成熟了 都有这个GPU GPU拓步感知的 调度能力 那么还有 还有两块的话 就是 我们其实刚才说了 对于Device Plugin 做了一些增强 比如说 他去商报托普 比如说 他去商报一些 这个健康信息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 这个 要做的就是说 当你集群资源不足 或资源不足的时候 你不同的任务之间 要进行抢占 抢占的时候 目前其实我们 在社区里面 其实支持的 最基本的抢占 就是你只要 资源够了 对吧 抢占着发现 被抢占着资源满足了 他有可能就触发抢占了 但有可能抢占完了之后 真正分配的时候 发现这个分配的效果 其实并不好 因为他可能 分配的结果资源够了 但是托普不满足 导致你这个性能很差 那这里面的话 就是KBS本身的 或者Schedule里面的 抢占机制 也要去感知 这个托普信息 让抢占和资源分配 能够做到一致性 这是我们其实在节点内 做的一些 这个调度上面的一些事情 这也是 其实是我们现在 生产环境里面 已经应用的 那么 在大模型时代 其实会有些差异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节点间的一些网络托普 我们首先可能了解 一个AI训练的机群 它的网络是怎么组建的 然后它和卡哈卡之间 是怎么互通的 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看 它的瓶颈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优化 这里面画了三个 比较典型的组网方案 第一个的话 是一个Spanleaf的 一个网络托普 它就是Leaf的交换机 接到这个节点上面 然后它再接到 上层的Spanle交换机 相当于两层交换机 它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Clarus的一个 Clarus的一个组网方案 这种组网方案 其实是在目前国内 用的是比较多的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横向扩展比较容易 通过一些低成本的一些 低成本加入进来一些交换机 对吧 我就可以支持更大的规模 另外的话 它卡卡之间 横向扩展的时候 它的跳数比较少 这是大家采用比较多的 第二块的话 是在HPC领域 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Dragonfly 那它的这个组网方案 我们能看到 其实它有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直连的 就我任何一个卡 去跟我交换数据 另外一个卡交互的时候 它都是直连的 所以它的路径比较短 性能会比较好一些 但它的问题就是说 当你在这个环里面 你再增加一个 新的节点的时候 你所有的这个原来的链接 都要去做重新配置 这个扩展性 是有些不足的 第三块的话 就是这个Torris的 这种组网方案 这种方案的话 其实谷歌在应用 它的这个组网方案的话 它也分 1D 2D或3D的 这种Torris的组网方案 你会发现 其实它 它把这个卡和卡之间互通 其实通过横向 纵向 以及通过三米的方式 你会发现 它和当一个卡 去找另外一个卡的时候 它的路径 其实比较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相对于第一种来说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但是它的那个不足 就是说 也是扩展性 扩展性 欠缺 就是你要扩展的时候 这些连接 其实相对来说 要重新 不止重新配置 你可能重新去 进行物理连接 然后再去做软件 这些配置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 更多的是 针对于这种第一种 第一种这种组网方案 我们先把这个范围定下来 那么在第一种方案里面 目前其实国内用的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种大模型的场景下面 这个去做这种跨节点的 这个卡卡通信的时候 它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这个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进行这些简化 把这个组网方案 简化成最简单的这种模型 它有两层的交换机 这个一级交换机 一层交换机的话 就是这个Tor这一层 再往上的话是Spin 那么再往下的话 它就是节点 节点上面有卡 对吧 那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化 这个节点和卡 我们都简化 简化成这个一个一个Task 在一个Task上面 我们简化成有八个Task 那么它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我们 首先我们解决了 这个物理组网 它的带宽都是OK的情况下 即使这样的话 我们也会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说 当我的流量 像从这个一个卡 往上走的时候 往上走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种 这个流量的冲突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那么 在原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初始的这个网络 比如说我这个 我这个Tor1下面的 这个1号卡 我去找其他 Tor下面的这些 任务的时候 我可能会 走Tor1 再往上走Spin 然后再下来 走这个Tor2 然后最后找到那个卡 经过这么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 它是 如果你不做任何优化 它是一个随机的 随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你在上行的时候 可能当你这个任务量 非常大的时候 你在上行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些冲突 这个冲突就会导致 你训练性能的下降 那么在目前的业界 其实很多 通用的一个解法 就是说 它会做一些这个 做一些这个 类似于做一些哈希 类似于这种 多轨的这种训练模型 就是我1号卡 Tor1的1号卡 和Tor2的1号卡 去做交流的时候 我固定下来 都走Span1 2号卡 去找Tor2的2号任务的时候 我走Span2 通过这种散列的方式 哈希的方式 规避了这种上行的这种 这种这种方式 类似于做了一个复杂均衡 这样的话 你其实上行的流量的 这个冲突就解决了 但是呢 无法解决的是 下行的这个流量冲突 比如这个例子里面 我有三根线 这个有几根线 我标成这种红色的 标成红色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我们举个例子 Tor1下面的 这个1号任务 我通过这个红色 去找到这个Span5 再去找这个Tor3下面的 这个蓝色的任务 我们这个蓝色的 蓝色这个task 它属于一个job 它们之间要做一些 不管是模型变形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数据变形 那么黄色的这个任务之间 它要做一些 这个数据交互 那当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是 当我这个Tor3 这个交控机下面 你会发现 既有Task1 又Task2 来自两个不同的 job的时候 那么他们其实和 他们做交互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Span这个层面 去进行一些流量冲突 这个流量冲突 在大模型的场景下面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大模型的性能测试 在一些场景下面 可以达到30%的一个 性能的下降 就是因为这个 下行的流量冲突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挑战 那第二块的话就是 对于单job 那比如说我一个job 我下面有不同的Task 它可能掉度的时候 散落在不同的交换机了 那他们去 其实通信的时候 Task和Task之间 也会产生这种 下行的流量冲突 这也是这里面写的 第二个问题 那么 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那我们在大模型以前 我们其实也做很多 这种AI的训练 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们也有一个基础的方案 就是说 我尽可能的 让调度器去调度 调度这个 同一个job里面Task 我尽可能让你去调度到 一个交换机下面 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是说 你的和别人发生 这个冲突的几率 就会比较小一些 第二个话 就是资源分配 就是KBUS里面 我去添加节点的时候 我去一般是 去云上面的话 是去ECS 去申请加入节点 那加入节点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去 我一次性申请一柜的资源 如果说是 没有这个约束的话 你可能 KBUS里面 你每加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 可能都来自于 不同的机硅 那即使你调度再度增强 有可能你任务分下去 还是散落在 不同的交换机下面 这个冲突也是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一个 这类似于一个 静音力而为的 一个调度策略 这个静音力而为的 调度策略 在一些中等模型的 场景下面 那个收益非常大 我们在那个 现往环境里面 好多人会用到这个特性 它的收益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它的问题就是说 它是一个静音而为的 我们一跑大模型 你发现 这个冲突 还会时不时地发生 你就非常的郁闷 你跑 每次训练一次 训练一次的性能 都不一样 那么后来呢 我们就 针对大模型场景 我们做了另外一种 调度能力的增强 那既然有些大模型训练 你对于这种 对于这种这个 这个这个 食言以及带宽 以及这个 计算要求这么高的话 那我们就在 调度里面增加了一种 就是 机柜独占的一个 这种这种这种策略 就是你提交上来的 提交job的时候 你可以指定 我这个job是 要独占这个机柜资源的 那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里面的 这个 这个job job 大壁 大壁的这个 这个job 那我会把这个job 调度到这个机柜里边 那么 即使是有其他的job 即使这里面有空险资源 我也不会再分配给其他的任何任务 这样到整个机柜是这个job 独占的 那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干扰的 这是一个 绝对为了这个提升性能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它会带来一些碎片 这是 这是它的一个背端 那么对另外一种 对于性能要求不高的 就是你多个job 你多个任务 你可以去共享一个机柜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允许用户提交这种 cabinet share的这种job 你多个job 可以去share一个机柜的这个资源 所以通过这种 你提交作业的时候 指定不同的这个类型 我们去解决这个流量的冲突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 就是说 那么当我有一个独占类型的一个job 提上来的时候 机群里面机柜没有资源了 这个时候呢 我该怎么办呢 我要去 要调度器要支持一些抢占 我们去每个机柜去 去loop一下 看一下哪个机柜里面 有一些可抢占的一些 低预先级的一些job 然后把它驱逐掉 这个驱逐的过程 其实是描述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真正其实要支持的话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比如说 还有一个 涉及到一个抢占的代价的问题 比如说 我一个机群里面有100个job 当我这个要抢占一个job的时候 我怎么去评价 我这个抢占是最合理的 这个代价有很多个维度 比如说我先抢占那个 运行起来时间最短的 因为它可能刚运行起来 抢占它代价比较小 那还有一种是抢占那什么 抢占这个优先去最低的 那还有一种维度 比如说 我抢占的结果 影响的面最少 越少越好 可能 可能就是尽可能的 比如说我就影响了一个job 和一个task 所以它是一个多维的 那么如果说要均衡 这些多维的资源的话 其实需要一个 例子于是一个 多目标调解的一个问题 需要建模 需要做很多一些 算法的一些优化 这是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应用之后 我们确实是 大模型训练的场景里面 其实很少发生流量的冲突了 但是它可能就是带来一些碎片 那么再往后走呢 我们其实还在演进 研究一些更好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不同雕度技术的时候 从其他的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有一些思考 那第一块的话 这个其实还是刚才那个图 这里面是两个use case 左上角这个use case是说 当我两个task task一个task二 都在都分配在这个task3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的流量冲突 其实发生在这个span5 span5到span8这些上面 那如果说我能够进行一些 流量路径的规划的话 我这个task1下面的这个task1 我不足span5 我可能足span1 把这路径可能重新规划一下 我可能就会避免这种冲突 这是解决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方案 它需要一个动态的 路由规划的一个能力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看左下角这个图 那这个图我们发现 这个task2里面 它现在有八个任务 蓝色的是六个任务 黄色的是两个任务 那么我们会去做另外一个 做另外一个规划 就是我们发现 上面的交换机span 因为task2里面的这个task1 它其实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在上面的span里边 我们给它多分一些span 然后呢 这个给task2最上层少分一些span 这个span的调整 它是一个动态的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也可以解决 不管是单角部里面的 这个流量冲突 还是多角部里面的流量冲突 那么这个里面 这个其实我们 其实也应用到了一些 生存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 其实在我kano里面 我会给用户的一些 业务程序里面 去注入一个引力container 这个引力container干什么呢 它就是动态去配置 你这个路由规划的这个线路 通过这个生存提供的一些 基础的一些命令 对吧 它通过一些端口配置 就可以影响到 你这个路径的选择 这个的话 这个方案的话 目前我们其实 也是在实践 那么刚才提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都还不是一种 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弹幕形 那么在这个弹幕形的 非常规模 规模非常大的弹幕形里面的话 那我们能看看 其实我们现在的gap 到底在什么地方 刚才我们提了几个 上行以及下行流量冲突 不同drop之间 会有一些流量的一些冲突 那么 对于这个 这个弹幕形的这些应用来讲 首先呢 我们先说work load work load的层面的话 它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 这种并行切分的策略 对吧 那 切分的这个策略 其实目前来说 整个KBS以及schedular 它其实都是不感知这些的 那第二块的话 就是底层这个资源 那我们这里面是一个粒子 这里面粒子列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英伟达的 H100和A100的这个 SuperPode 它的SuperPode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节点内的头部 它其实通过Mlink和M4B 去就是互联起来 但是现在随着 其实这个 这个模型越来越大 其实就是说 我们以前其实都是用 单机8卡 去做这个模型的 这个训练 模型并行 就是你的模型并行 它训练过程是这样的 模型并行在单机里边 8卡之间 你先去做一个 做一个模型并行 然后呢 你的每个卡 再和其他节点的 对应的卡号 去做一个数据并行 这样的话 你其实 其实你 其实你知道了 自己机器里面 所有的数据 然后你也知道 别人的数据 然后第三步 再把这个 做完同步之后 跟其他节点 做完同步之后 再回来 在节点内部 再做一个 这样的话 你每一个卡 就知道 机器里面 所有其他卡 所有的信息 就完成了一次 这个训练 那么 那么 原来这个8卡的 模型并行器 这个规模 其实是现在 是满足不了的 所以是现在 像英美达 他推出这个 极连的这种 NV switch 通过这个 节点内有一个 NV switch 然后呢 在二层 再有一个NV switch 它可以把 这里面 这个类子里面 是32个节点 通过NV switch 连接起来 它组成了一个 我们叫 ScaleUp 这个网络 这个网络 就是带宽 是非常好的 它就是做模型 并行的 它就是做模型 并行的 那么 那这样的网络 其实 组建好了之后 那其实需要 我们整个 KPS去 感知这些 这个托普 因为我们其实 现在KPS里面 我们的模型 是什么 我们的模型 其实还是node 对吧 它其实不知道 你node和node之间 网络是什么样的 它其实没有 这个托普的概念 这是一个 所以说 其实我们在 大模型的场景 其实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一个 非常native的一个 非常native的一个 大模型 针对大模型场景的 一个 调度的一些能力 以及这个资源建模 那种方式 以及我们那个workload 要进行一些 重新的一些建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 那么我这块的话 其实 首先我们来 探测一下 这个 资源拓步的一个建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了 硬件 硬件组网 是什么样的 那么对于一个 KPS来讲 对吧 它从这个底层 去节点 添加进来之后 那么它会有几个 会有几个概念 我们这里面 兴起了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Hyper Cluster 这个Hyper Cluster 它是一个 你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连通域 就比如说我们 我们都使用KPS 那KPS的节点 其实是 你通过这个 调其他的命令 把这个 这个不管是VM 还是逻辑 加到这KPS这个集群 对吧 那么 然后它这个逻辑 或VM上面 其实有AI训练的 这叫 我们叫参数面网络 就是Rocky Ib 这些网络 它这个网络 是有规模上线的 不管你这个规模 多大 你KPS申请 加入一个节点的时候 都有可能 突破了底层 AI集群的一个边界 那你可能 申请到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 加入到KPS集群里面 它的AI的网络 和另外 存量的AI的 那个节点 那个网络是不通的 这是有可能的 对吧 零量是有可能的 虽然他们 我们现在这个 AI训练集群里面 有几个网络 网络平面 第一个网络平面 就是VPC 就是咱们以太网 对吧 你一个节点里面 一个集群里面 节点之间 肯定是网络都是互通的 那么第二个网络 就是AI网络 AI网络就是 你节点上面的 这些GPU卡 你都是通过 另外一个网络平面 通过MVSWITCH 连接起来 跟VPC网络是完全 完全是分离的 那么 有了这个边界之后呢 其实我们 对我们来讲 我们一个KPS集群里面 就可能存在 多个不同的连通域 有一部分是连通的 有一部分是不连通的 那么这个连通域的 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影响是什么 就是说 我对于一个 大模型训练的一个任务 我的task是不能 跨了这个连通域的 一旦跨连通域之后 他们的AI这个 Rocky或者是 Ib的网络是不通的 那就没法训练 对吧 所以这是在我们 这个模型设计里面 首先第一层 就是Hyper Cluster 连通域 那第二块的话 就是这个性能域 那我们在一个 参数连网络里面 你的Ib或者Rocky 网络是通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 带宽更好的一个网络 比如说刚才说 那个MVSWITCH 是吧 它的网络会比 Ib和Rocky要好很多 对吧 那我们要通过这个 我们通过一个 概念叫Hyper Node 超级节点 超级节点 那像那个 一个逻辑的超级节点呢 它里面包含了 一批Node OK 它里面包含了一批Node 这些一批Node 它是用最好的网络 NVSWITCH 或者是 像华为的这个HCCS 这种网络连接起来 那这个网络组成的 这一批节点 它是 就是给这个模型 并行去使用的 所以呢 它是一个 我们把它叫的一个性能域 所以我们现在就两个概念 一个是联通域 一个性能域 对吧 我们这个资源建模 建立起来了 建立起来之后呢 我们 那我们的通信模是什么样呢 在一个性能域里边 你使用的是高速带宽的网络 然后跨了这个 Hyper Node 你使用的是 这个次优的网络 那第二块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Workload怎么建模 那我们以前 其实不管是 这个Petouch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Drop 你可能就有两个角色 你可能就是一些角色 PS Worker 或者Master 和Worker什么角色 你其实是没有一些 分组的概念 但是大模型的场景 它训练的时候 我们来看 左上角的这个 上面这个图 它一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 它会分好多个group 那每个group里面 你的Pot之间 是做模型并行的 对吧 你跨了group之间 你可能是做这种 数据并行 或者六十线并行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带宽需求 没那么高的一些 它其实是 对于这个Job来讲 它其实内部 是有一些托普 托普描述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提了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Workload 叫HyperJob 那么这个HyperJob 它是一批 你可以认为它是 一批这个Job的 一个集合 那么对于 每一个Job来讲 它里边的Pot之间 是对于这种带宽 是有高速求的 我可能会把这个Job 去调度到一个 这个Performance development 对吧 那不同的Job 你就可以跨 跨使用这种自由的网络 比如说OK或IB等等 这是Workload的一个建模 那么映射起来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当我们用户提交一个 HyperJob的 一个大门型的 一个Workload的时候呢 我们会通过一些 调度的一些策略 将这个 其中的每一个Job 去调度到一个性能域 就是这个HyperNode 那么Job内部的Pot 你之间 你去做数据交互的时候 你比如说模型变形 你的带宽是比较好的 跨了Job之间 你可能就使用一些 IB或Rocky的一些网络 那这样的话 相当于你的Workload 和你的 这个网络的 这个底层的网络 你的资源 以及你的需求之间 就能够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匹配 这是我们基础的一个建模 那在这里面的话 需要增加一些 调度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HyperJob 它是一个大门型的 一个训练的一个Job 它也是需要这种 all nothing的语义的 需要这种 刚scheduling 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在 在资源分泌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HyperNode 我们刚才说 像那个英美达 刚才例子里面 有32个节点 你可能有的时候 任务没那么大 它支持一种一个HyperJob 一个HyperNode里面 可以放多个不同的 这种Job 那么支持这种BeamPack 这样的话 让你的 让你的这个资源 使用的密度更高一些 那么在NPU方面的话 还需要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RankTable的 一个管理 它和GPU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 NPU的这个调度 完成了之后 我Canel会给这个Job 所分配的所有的 这个NPU卡 去组成一个RankTable 这个RankTable记录了 就是我这个Job 我消耗的是 我分配了哪些Server 哪些Server里面哪些卡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它的消费者 是就是那个 首先呢 它上面是一个 MandSport的一个训练框架 训练框架就会掉 底层的集合通讯库 集合通讯库会去读这个文件 它会有一个全局的视角 去看 说我当卡卡之间互通的时候 我到底是走 这种超频面的网络啊 还是走这种普通的 这个Rocky网络 这样的话就是 它相对于这个GPU来讲 它有个全局视角 所以它可以做这个 做很多一些算子优化 或者是一些优化的一些方向 那么 这个我们 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情 是我们其实原来 我们原来其实对于这种 这种弹幕性训练 做的一些简单的优化 以及我们最新的一键模 那在 在未来的话 我们其实还有几个方面 需要这个 着重去加强 第一个就是快速恢复 大模型训练的场景 其实有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它的那个 故障场景 故障的频率 其实非常高发的 不管是网络用塞 还是它的 卡的故障 那么 故障了之后 你想你 那么万卡的训练机群 故障了之后 你可能很多时候 你的这个算力的能量 其实都是浪费的 那如果快速恢复 这里面其实是 尤其是你 加入了这个 HyperNode HyperJob这样的一个 新的概念进来之后 快速恢复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 刚才说的关于抢占机制 整个这个生态里面 那个抢占机制 目前来说 首先只支持 这种POD级别的抢占 Job级别的抢占 也不支持 那么对于这种 TOP的这种抢占 其实还有很多的 一些工作要做 第三块道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 业界的一些大模型训练 越来越复杂 像国外已经有些 做这种多AZ的 这个联邦训练 多个集群 做这种联邦训练 然后呢 甚至有一些做一些 这个跨region的 一个联邦训练 那么虽然锐进之间 这个网络贷款差一些 但是它可以去 去交换一些PIPLAN 做一些流水线并行 本地的这些 本地的这些资源 去做一些模型并行 这样的话 它可以利用全网的资源 去做更大规模的 这个模型训练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向 我们目前其实 这个后面规划的 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 然后我们其实也会在 把这部分的功能 通过这个我们自己的实践 最终这个贡献到这个社区 这个让更多的这些 不管是GPU还是NPU的用户 能够把这些 网络拖普的这些能力 能够使用上 能够提升它这个训练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性能 缩短它的训练时间 好 我今天这个议题 主要就是这些 看看可以 大家有没有问题 可以回答几个问题 对 对 不需要改造 之所以有这个新的建模 就是说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native的 针对大模型的新的工作复载 以及它的一个托普的一个建模 你不要做任何的改造 然后你只要是你大模型上 你直接用这个workload 直接提交 我们调度一期全部完成 因为我们以前 没有这个建模之前 我们其实也能完成 类似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做很多 非常不native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给job去做一些注解 然后去解释 然后通过一些挖挖照的一些方案 但是这个的话 我们建模的目的就是说 更native 然后大家大模型上 你直接用就OK 那个就取决于你的技术设施 比如说你自己运维的 你自己运维的开发自己讯里面 它的那个连通域 是不是它的连通域都是一个 还是说是会出现多个 对 比如说你是 如果是那种 那个unpromised的环境的话 其实你是知道 你哪个界点和哪个界点 在不在一个 Ib和Rocky网络里面的 你是知道的 所以你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那我说的不知道 是说在云上面的场景 其实我们就是 掉底层的一个API 给我加一个界点 我都不知道这个界点 其实来自于哪一个连通域 所以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说线下的话 你其实更方便一些 我理解就是 这个连通域的 因为新年错过的 一个上方 然后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会有 没错过在哪里 就是我的一个 QSB里面有多个 Google Class 嗯 那我才好 这个Google Class 有多个 这个Node Node是有实际的 QSB的Google Note 这算是实际的 对 对 一个关系会 我怎么在QSB的 进行 Node是一个 这个我们其实还在探讨 就是 我们目前的这个方案是 我们 我们K8S机群 去添加节点的时候 或者我添加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要指定我这个节点 属于那个 那个超节点 对吧 然后我这个 信息全部都有的 然后我最终把这个信息 以某种方式 比如标准的方式 就是标签 对吧 打在节点上面 这样的话 让调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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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嗯 嗯 您好 我问你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 您这边的话 也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那个 快速恢复的时候的话 也存在于一个 那个 hyperload之间的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因为 实际上面对训练来说的话 我经常出现 GPU故障 造成节点故障 造成我的那个 需要做热备节点的切换 而我现在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 所有的 那个 那个hyper的那个域的话 已经全部被占满了 这个时候 我热备节点切换了 我是不是不用 再考虑TOP了 热备切换 就是比如说 你应用了这个 新的这个模型之后 是吧 对啊 你切换的时候 它热备切换 它 它有很多种 就是你说的这种 比如说有几种 第一种的话 出现了故障之后 POD不重启 然后呢 它里面的那个训练框架 会restart一下 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这个POD POD会重启 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POD可能会重启 对吧 还有更严重的 就是会造成 比如说调卡 HUM柱 必须要restart 那个节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需要一般来说 是热备节点启用 热备节点的话 热备节点的话 我不可能说 我在这个hyperloan 这个域的下面 给它留一个load 出来做热备 那我留出来的热备的话 一般来说是 TOP结构的话 跟他们的那个 没有这么高的高速域 那这就是怎么办 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其实在研究 就是说不同的 这个商用方案里面 就是会设计 比如说你在购买 这个超节点的时候 你选择 要不要有一些 荣誉节点 你如果有荣誉节点的话 那可能 当你这个POD故障的时候 或者你这卡故障的时候 我会把你这个POD 先重新调度到 迁移到你这个 超节点里面的 荣誉节点上面 这样你其他的 其他的POD都不受影响 这是最好的 那如果没有 荣誉节点的时候 或者说你 你这个超节点里面 其实也没有其他 可能就是什么 候选节点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 hyperjob里面那个job 就是你做 模型变形那一批 整批去迁移到 另外一个超节点 就是说 现在是做个 整体的迁移对吧 对对对 因为它只能 整体迁移 那多谢这个问题的回答 下面的话 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前面你们提到了 那个类似于 英伟达的 那个SuperPOD的 这个模式 那么你们认为 这个高速带宽域的话 这个域的话 里面主要承载了什么 是TP EP 包括CP吗 我们希望它承载的是 就是TP 那如果说 因为它如果 那你们觉得 EP的那个通讯量 和TP的通讯量 大概是一个量级吗 这个其实 我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我们 其实 因为其实为什么 其实你去看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 SuperPOD 英伟达会有 SuperPOD的出现 其实就是为了满足 就是模型定型 对这种高带宽的诉求 那么当然你有一个超级点 你在里面 你也可以跑数据运行 可以跑其他的 但是就是会有些 这个资源的浪费 那比如说 其他的运行方式 比如你刚才提 那种运行方式的话 可能取决数据量 可能我自己对那块 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 反正这个模型 它映示的是什么 映示就是说 你对于这种 就是你对于这种 带宽有高 高速这种demand 这些较步 你放在这个 性能域里边 对 那我们认为 一般来说 走这个高速带宽域的话 一般来说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它的通讯量比较大 第二的话 就是说 它很难做到overlap 然后的话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TP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 那个EP的话 目前也能做到 一定的overlap 所以说EP的通讯量 是仅次于TP的 仅次于TP的 而PP和DP的话 都是可以overlap的 包括现在的 context的运行 也是可以overlap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 都对高速 高速带宽域 都没有什么需求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之前认为说 既然我用高速的 HP带宽域的话 可能就是给TP和EP使用的 而这样的话 TP和EP的话 目前最大的话 也就是GPT4的 那个1.8T 1.8T的话 那个TP开到8 然后EP开到16 也就是够了 也就是所谓的 高速带宽域理论上面来说 例如4的高速带宽域 就已经够了 那你们考虑 比如说 华为的话 如果这个高速带宽域 会一般会设到多少呢 设到256 还是设到64 这个的话 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那个键盘里面 其实并没有说 你和这个 它那个键盘里面 没有hyperjob和job之间 它没有 一一地映射到你的TP DP 因为这个其实 它相当于是 做了一个抽象 你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托普的一个分割 但是并没有说 你必须要这么映射 因为必须这么映射的话 其实有一个难点 这个我们其实 今天知道的 有四五种并行模式 它还在不断的 有更多的并行模式 你相当于很难去 很难去犯话 很难去抽象 这个锯取的那啥 所以我们其实是做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通用的一个 那你认为 比如说 在你的场景里面 你认为他们 其实有高速互联要需求的 你就其实就用 放在一个job里面 如果说是 你认为他 其实不需要这种 高速互联 那可能就是 不同的job 那我就问 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你们觉得 做高速互联的话 如果说 我把SuperPod 做大和做小的话 它那个成本上面 有多大的差别 比如说 那个SuperPod 是64卡和256卡 成本上面有 有比较大的明显的差别吗 有 有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 起初的话 其实大家认为 你这个 高带宽的这些 SuperPod 你越大越好 但是其实上 现在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真正 结合业务场景去看一下 并不是越大越好 你可能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可能 你可能需要 太大了 它其实不是特别灵活 你互相之间 不管是干扰呀 还是你的这个成本呀 碎片呀 也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可能要结合 业务情况 好的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